戴口罩死的時候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想一直死的時候你們知道嗎 面對鏡頭不願多談 兩名保育員一前一後低頭掩面 快步走上警車 工作中心傳出舒適 導致不到一歲的男嬰死亡 保育員被警方依過失致死罪送辦 十一個月大的男嬰宣宣 開心玩樂的身影 如今再也看不到了 國動中心保育員到底有沒有招呼舒適 目前社會局局檢警 簡入調查要釐清真相 但拖映中心強制佩戴口罩的規定 也引發熱議 仔細看其他拖映中心 小朋友在遊樂區爬上爬下 臉上並沒有佩戴口罩 有些小朋友則是乖乖戴上 就由保育員透露 其實疫情過後 小朋友感冒的情況比往年高出許多 通常會建議戴口罩 但沒有強制的規定 而且一歲以下的嬰幼兒 不會要求佩戴 而醫師也強調 一歲以下的孩童 其實根本不適合戴口罩 他其實戴了也沒用 因為小孩子也常會拔來拔去 摸來摸去 可是當這邊的口罩完全撕掉之後 你空氣是沒辦法進來的 吸力越小越弱 隋隋身前 就是為了掙脫口罩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沒想到保育員 還是讓他強制戴傷 醫師也指出 這樣的行為 其實相當危險 口罩撕掉以後 他口罩上的氣孔 會被水塞住 那你又貼在口鼻部 那根本就沒辦法呼吸 目前口罩令 只有針對醫院診所 以及一般護理之家等機構 這會公託中心自行規定 佩戴口罩 原本是想要保護孩童健康 沒想到如今 卻反倒疑似間接 害死男嬰 今新聞黃玉廷黃一軒採訪報導